大家好,我是Mr.Emmen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 HKDSC 2015 Mathematics Core Paper 1 Session A1 Question 4 請來自畫面的訊息 如果你未曾理解我如何做這輯影片 又或者你如何正確地使用這輯影片 請你 pause 畫面 Otherwise, we can go on 第四條是做Factorization 第一條我挺欣賞考評局 終於轉一轉了 就是做一個簡單的抽Command Factor 抽出了X² 沒什麼特別的,應該是中幾 我猜中1,2的水平 下面的4B 其實跟4A相似 只不過尾那裏出多了三項 我經常跟別人說 做這些題目的話,你不需要理太多 頭三項才處理,後面的三項 你就會猜到 因為當你頭三項有一個Factor 就是 X加Y-7 後面一定有X加Y-7 你會猜到 對,要抽出負1 然後再抽一次 但這次不是抽一個X² 這次是抽了X加Y-7 好,來到這裏 為什麼我稱讚考評局 終於有些新意 來到這裏 在這一刻,我們發現有兩個Perfect Square Term 一看到兩個Perfect Square Term 就想到Identities 就是現在畫面展示出來的三個 甚至乎有準備的人 要學這裏所謂的立方和立方差 這次就是A二次-B二次那一條 所以就出現了X加1X-1 也是最後的答案 OK 多謝大家 有問題找我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er是Howful 麻煩你幫我分享出去 這次經文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搞到你自食神 卻教了你生命 有緣的,在樓下士打一間教會見 多謝,拜拜